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与欢瑞六年合约到期不续约,发文告别,感谢陪伴 杨子在社交平台上边公布了一篇公布声明 在文章正文中杨子那样写道 感激欢瑞大家族六年来的守候,以后的路,必须独自一人向前 但我能再次为我喜爱的工作,坚定不移英勇的向前 接着杨子的个人工作室也进一步分享评价 心怀感恩六年相随印证杨子发展,愿将来心存赤诚再次去看更多景色 从杨子的出文中可以表露出两个信息 第一个便是他与欢瑞的合同期满,而且他不再次续签 第二个便是杨子事后的工作经营 很有可能会全权委托自己的精英团队 推行自我约束自身经营的方式 无论杨子将来到底是挑选一个更强的经济公司授权委托 或是全依靠自己的个人工作室运行 针对杨子来讲,全是一件好事情 在欢瑞的六年时间最后迈入了一个幸福的结果 我们一同祝福杨子在未来的道路上可以再次闪亮发光 回望杨子在欢瑞的这六年 我们可以说一同记录了杨子的发展 他在表演这方面的磨练 这六年从一个懵懂的秋莹莹逐渐 再到《香蜜沉沉浸如霜》里边的女主演 再到她在大荧幕上边的出彩权势 大家都可以意外发觉以前的这个小女孩 现如今早已变成娱乐圈里边不可替代的 出道时的杨子 工作经历尚浅 身形等话题深受怀疑 现如今的杨子 则是凭着自身的勤奋 让自身的名气闪亮发光 除此之外 在这里六年的时间里 大家也看到了杨子大量的认可度 他在中餐厅等娱乐节目里边的参演 使我们看到了荧幕以外的他 他是那般清新与潇洒 真的是太惹人喜爱了 回望过去六年 能够说成风雨同舟 憧憬未来 大家依然充斥着着胆量与能量 现阶段 杨子手中也有余生 请多指教女心理师等大IP即将来袭 坚信那时候一定会给粉丝一个耳目一新的自己 杨子发文宣布与欢瑞世纪不再续约 11月15日 杨子在社交平台发文 宣布与欢瑞世纪六年合约期满不再续约 杨子在发文中表示感谢欢瑞世纪六年来的支持与陪伴 未来的路虽然独自前行 但是自己会继续热爱演绎事业 将更加坚定勇敢前行 杨子当天发文是转发早年的一条微博 上面写着将来的你 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努力的自己 转发后杨子在评论中 杨子还表态 接下来 加油啊啊啊啊 配图则是发展才适应道理 苦干才会有希望 随后 欢瑞世纪也转发了杨子的发文 为杨子送上祝福 祝福他未来迅烂如花 星图璀璨 最后 杨子工作室也专门表态 感恩六年相伴见证杨子的成长 愿未来 心怀赤诚继续去看更多风景 显然这是工作室也正式移交 对于工作室的表态 杨子则一个自回应中 并且还加了一个红心表情 杨子曾拍摄过多部欢瑞出品的剧 包括青云至天机之白蛇传说 以及今年拍摄的陈香如谢 目前 欢瑞世纪旗下还有任嘉伦 秦俊杰 赢等艺人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